大家好 我是丹尼 今天的主题是卡比兽50连打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 目前丹尼正在招募几位比较有名的YouTuber 跟我们来参加Pokemon GO的明星赛对战 所以玩家如果有想要看到谁的话 可以在底下留言 丹尼将在日后的情况下来公布我们参与的人到底有谁 以及我们对战的方式 我们这边就稍微的宣传一下 观众们就可以期待有哪些自己喜欢的YouTuber 会在这一次的全明星赛中登场呢 目前的活动中卡比兽已经在团体战中再次登场了 所以玩家如果很想要色違的卡比兽的话 可要趁着这个时间点好好捕捉 不过丹尼也有连打50场 我们等一下后面会来看到 至于今天的影片想要再稍微的探讨 卡比兽更深入的一些细节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它的基本数据好了 无私的CP是3647 在国外的排行榜三大联盟的情况下 大十年盟拥有十六名是最好的一个位置可以使用 而它的本身拥有非常好的耐力 330是很少宝可梦拥有的一个数值 所以它的弹度非常好 而且攻击力的话其实算是中等还是堪用的 招式组的非常多样化 但你后面会来详细的讲解一下 至于在右手边的部分 我们这边推荐在大十年盟要打卡比兽的话 都是选择格斗系啦 一般性的一个属性算是弱点只有格斗 然后抗性只有幽灵 算是非常好记得一个属性 所以如果要针对卡比兽的话 一定要选择格斗系的宝可梦哦 好再来是卡比兽的小招部分 有蛇田、应念头锤以及哈欠 哈欠虽然拥有不错的性能 但是威力是0 所以比起这个非常极端的一个数据的话 我们还是建议选择蛇田 因为毕竟我们还是能够拿来压制 大十年盟比较常见的鬼龙齐阿滴娜 至于应念头锤的话 就这边就觉得有点弱了 因为它的威力及蓄能表现 都算是偏弱的一个数据 整体上来说是在PVE使用的 至于大招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边种类是非常多 我们要怎样从这么多的招式里面选择的话 单级这边我们可以先看到 能量需求比较短的 泰山阿滴 35点能量 而且它的DP有打1.7 是非常高的一个数据 所以这一招算是卡比兽的首选 至于第二招的话 大多数的玩家会选择蛮力 因为蛮力这一招就是能够打极大C萌常见的刚系 不过缺点就是它放出来之后 会让自己的攻击防御率下降一些 所以算是要打带跑的一个策略性的一个招式 而如果你不选择蛮力 选择地震也是可以的 但是地震它能量需求比较高 不过如果你刚好震到对手 刚好没挡的情况下 地震也是能够发挥出不错的效应 所以蛮力还是地震 玩家怎么选就要看个人的需求了 当然有一些比较奇特的配法 像是你可以配逆领直接打龙 或者是你觉得妖精心很讨厌的话 你可以配重磅冲撞 这样算是针对性使用啦 不过当你如果在使用卡比兽的话 比较常用的招式组合 应该会是泰山阿底蠻力 以及小招蛇舔居多 在我们今天的一个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想要讨论一下暗影卡比兽 真的有这么强吗 因为我们可以知道 大家都很推崇 你卡比兽要带暗影的 不要带一般的 为什么会这样说 因为暗影的它的防御力会下降 但是攻击力会提升 对于卡比兽而言真的是有那么好用吗 我们今天就一并来帮大家解惑这个问题 进行比较看看 我们一开始就先从最简单的排行榜来看好了 排行榜的话 超级萌、高级萌以及大级萌的部分 在超级萌的话是非暗影的比较强 主要原因在于超级萌的一个体制上来说 卡比兽的坦度比较优异的 容错率相对的比较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超级萌 其实暗影的卡比兽相对的没有这么厉害 不过我们延伸到高级萌之后 玩家又可以发现了 暗影版本开始有一点崛起了 高级萌神兽的部分已经非常靠近排名了 不过还是略输给一般的卡比兽 至于来到纪念碑的话 你可以看到暗影的就已经比一般的卡比兽还来得强了 这边是34名啦 如果是一般的卡比兽只有64名 而我们来到大级萌的话 可以更看得到 卡比兽暗影版本目前是排行在第6 一般的卡比兽只能排在第15名 国外排行榜为什么会这样评估呢 我们就真的来模拟来看看 玩家可以看到当你已经把高级萌的一个对战列好了 我们今天选用的对战的角色是卡比兽VS这个妙花花 那你还把每个格子中所显示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招式啊 或者是开盾的情况都已经标示清楚了 那里面的话玩家应该会比较困扰的 就是右上角这张图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张图其实算是模拟的一个精简的图 就是你模拟完之后 它可以直接帮你显示出 你开一盾开两盾情况下 两只在对战的情况下 到底谁会赢谁会赴 而我们首支是放卡比兽 而第二支是放妙花花 所以如果你看到数字上 如果是500以上的代表 我们的卡比兽是会赢的 但是500以下的话 代表他第二支的妙花花是会赢的 所以玩家可以清楚的在这一个模拟的一个图上中 可以认知到我们这只角色 在开盾跟不开盾的情况下 到底谁会胜利 今天也算是帮一些新手玩家 可以更了解到 如果你要在对战中 要使用哪些角色的时候 到底会不会赢 可以用这个模拟方式去直接看清楚 接下来我们就回到刚刚那的图吧 我们可以看到 0盾1盾或是2盾的情况下 双方在对战的时候 一般的卡比兽是完全赢不过高级也猛的一支妙花 主要原因在于 其实攻击力上来说是偏弱的 所以造成的伤害量不多 虽然坦度是比较好 不过在最后的情况下 都还是没有办法赢过 高级盟非常强力的妙花 而这边也要先说明一下 卡比兽配置的是就有泰山亚点 如果你配置其他招式有打到妙花 情况可能会就说不通 我们的比方都是以泰山亚点去攻击 然后对方挡下来为主 在2盾的情况下 卡比兽都是不会赢的 但是玩家如果改成使用暗影卡比兽 就结果是不一样的 因为毕竟攻击力上升防御力下降 我们攻击力上升 可以让泰山亚点的压迫力会更好 导致我们有办法用2个泰山亚点 直接的把妙花给K死 所以我们虽然还在没有盾的情况下 是会输的 这边是只要吃到2个疯狂之物就会死掉 比起你用一般的一个卡比兽来说 卡比兽至少能够坦住2个 发动2个泰山亚点 按版本的坦度不足 吃到2个疯狂之物 就会当场死亡室跟一般的差别 但是你只要开盾的情况下 可以看到你不论是开1盾 或者是开2盾 都会比一般的卡比兽还好 开1盾的话会略输 剩下的妙花血量上升5滴 这样残余的血量已经比一般的卡比兽还要强了 至于开2盾的话 我们正是有办法直接把妙花花给压下去 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攻击上升之后 就能够直接打怕妙花花 这也就是为什么 当你比较推荐高结盟以上的赛事 我们卡比兽尽量带爱你的原因就在这 因为攻击上升之后 虽然坦度略有下降 但是攻击上升会比起你坦度下降 更有优势许多 我们泰山亚点有时候就是2个K掉对手 对手只要在出道数量比你慢一些 或者是伤害量打不出来的情况 卡比兽的强势程度是非常可怕 这就是我们今天对于爱因卡比兽 稍微补充的一个详细的细节 大家好 我是丹尼 我们今天的话算是首次的丹尼 用一个在萤幕前面 直接来跟大家讲解一个游戏的过程 然后我们往后应该也会尝试着 让我们丹尼持续的在荧光幕前曝光 而这一次的话 我们就先来挑战一下 目前的团体战卡比兽 卡比兽要用一个极限挑战 并不是不可以 因为毕竟他是一般系的 我们这边有攻击力很高的格斗系宝可梦 也就是说之前社群日的主角 怪力 以及我们之前在影片中有介绍过的 XL的陆卡利欧 所以我们靠着这两只格斗系 就可以轻松的去打这只 就是卡比兽的一个血量 那我们持续K下去吧 其实目前啦 目前的团体战的一个角色来说 丹尼觉得比较细能就是卡比兽的色違 至于三柱但你觉得还好 因为毕竟三柱如果你要灌到XL的话 刚柱要在2500使用整体来上来说他的一个体质要很专精啦 你要攻击力量高是有一点点困难 至于你要冰柱跟炎柱XL打大师 也不是不行 就是可能性质上来说没有到一个非常好 因为他们还是一个招式非常强大的招式去压制对手 好那我们继续看一下团体战好了 团体战的话这边我们的怪力快要下场了 所以就换陆卡利欧上 陆卡利欧的话我们刚才已经知道这一只怪力 他其实 说说这一只卡比兽其实是使用蛮力的 所以他一下K到我们刚系的陆卡利欧 竟然是扛得住啦 所以其实陆卡利欧在打团体战的话还是能够用啦 毕竟一下杀不死我们 他要两下的情况下我们的拨导弹可以持续出招 但是第二下满力就没办法就下去了 那接下来的话电脑直接上脚 再次上了我们这一只怪力上来 我们放完一个暴力拳之后又下场了 那两只50等的格斗系宝贺猛都下去之后 那接下来就是换成我们的最后一只怪力 这一只怪力就就40等啊 不过以时间上来讲应该是有办法收掉他的 玩家如果没有使用格斗系的话 一根挑战卡比兽是有一点困难啦 因为毕竟卡比兽他的坦度有 而且你在伤害量上没有办法造成他非常好 血量上的扣的话 相对的时间他会拖到时间道 但是如果你用格斗系又可以 像丹尼用两只50等的加上一只40等的怪力 然后就有办法收下 大概会剩下60秒左右 所以这也算是丹尼的一个极限挑战啦 卡比兽算是可以一个人极限挑战啦 但如果你是神兽的话 尤其是目前的山柱的话 要跟极限挑战相对的困难许多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一次 到底有没有捕捉到色维 这一只的话有没有抓到 哎呀很可惜还是没有色维的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丹尼到底抓几只吧 虽然我们标题写50只啦 不过今天录制影片的时候发现附近卡比兽有点少 就差了几只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吧 卡比兽卡比兽卡比兽 来我们看一下 哇很多 我们今天从这一只暗影前面的这一只 卡比兽算是第一只啊 这边数上来的话 21314147啊 好我们今天本来是录制前要先抓50只啊 但是就缺了三只啊 而且网路上的一个排队的状况一点太过踊跃了 所以我们一直排不到队 所以我们今天录制影片的时候就有47只 那47只的话里面都没有半只色维的 只能说卡比兽的几率真的有点多 有传闻指说好像400多只才有一只色维的啦 所以但你的运气不是很好 但你一直蛮想要色维的卡比兽 然后这边卡比兽也没有比较好的一个CP啊 因为应该没有一个叫好的IV啊 那我们看一下这边的话 你看没有 但你手上是没有100%的一个哈比兽啦 除此之外的话 三星的好像也没有到非常好 这边的话看一下哦 看一下三星的也没有到非常好 目前其实有一只在纪念碑是可以用的 其他的IV值都不算是太好啦 那有点可惜 但你这次有追但是都没有抓好的 我们再努力看看 还有几天看能不能追到色维 我们在社群会再发布给大家看 那么来做一下总结吧 卡比兽50点打很可惜就是没抓到色维的 但你真的是蛮想要色维的卡比兽 你可以看到其实他在超级人盟 高级人盟或大级人盟 其实在排行榜上来说都是蛮强的 主要原因在于他本身有非常好的坦度跟招式组合 而且属性上来说他只怕格斗戏 而且能够压制幽灵系非常强大 所以其实在对战或者是从他外表 玩家们都是非常喜欢使用他的 不知道玩家们是否都已经抓到色维的卡比兽 可以在底下留言让丹尼吸一下你欧洲的运气 那今天的影片就提供给玩家们当作参考啰 那么本部影片就到这啰 也由于目前的对战影片需要消耗非常多的资源 所以丹尼在这边甄选一下影片 如果你有非常精彩的对战阵容 或者是冷门小知识以及极限挑战的团体战等影片的话 可以提供给丹尼 除此之外如果你是对战影片的话 建议是提供7场影像 让丹尼可以进行筛选一下精彩的对战 除此之外你要同步提供IB及角色的招式 然而玩家所提供的影片会经过筛选审核之后 成功的话会告知玩家有上片的机会 影片上传的部分的话 之前有说是在Google云端或者是YouTube 但是发现YouTube的画质可能比较不太清晰 所以这边建议 统一选择Google云端会比较好 这边也有附助一下要怎样进行上传哦 另外玩家如果从事YouTube频道 或者是活动需要宣传的部分 也会在影片里同步介绍 所以我们这边就小小的招募一下啰 玩家如果想了解更多宝可梦相关的资讯 不妨可以订阅丹尼的YouTube频道 或者开启小铃铛 就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更多资讯之外 想跟丹尼有更多互斗的话 也能够加入丹尼的YouTube会员 目前有分为粉丝会员以及好友会员 福利各有所不同 玩家能依照自己的需求而选择不同的方案 您的每一个小小支持 都会化成丹尼做影片的原动力 那么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啰